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山国宝 我是主持人赵宗杰 本集将带大家认识当代佛教艺术巨破 夏金山的山水人物画作系列以及书法 传统上 大家对于中国的山水化 多半都以西方的角度来做一个所谓的呈现 认为山水化就是东方艺术的很大的一部分 事实上不然 就是说整个东方艺术还有很多像人物啊 还有像这个书法太多太多了 那事实上呢在夏老师的这个山水化里面 有很多的脉络你可以去寻找 那它事实上是从我们讲熔骨硕金 所谓熔骨的意思就是说最早的山水化 人物跟山水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到了这个隋唐之后呢 开始它就有一个分野了 这个分野之后呢 山水就可以制成一格 不需要再搭配人物 它也不需要再有一些这个 很多的这种所谓宗教的意味在里面 它单独拿出来被作为欣赏 在传统上因为中国的山水化有碍于所谓的这个 用色还有就是中国人讲究禅意这样的一个 一个意境 所以通常我们在看山水化的时候会感觉到 它就是好像用泼墨的方式啊 结果上可能就是虽然说比较 没那么严谨但是很婉转有意境 所以在抒情上面的这种表现比较多 还是脱离不了轰脱人物那种所谓叙事性的这种感觉 很多西方的这个朋友在看夏老师的话 甚至都会认为它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夏金山的经典山水人物画作 夏金山早期绘制的山水人物画 展现出传统工笔仲彩精髓 延续宋明文人话题 奠定以汉末为佛式智慧画底蕴 夏金山笔法秀锦 山水造琴衬托人物 诗画面疏落有致 情境优美静谧 不拘泥于传统图像真实性 而重视意境的主观表达 此作属文会图题材 话题曲字里白 春夜宴桃李元序名句 表达天地是世间万物赖以寄存的空间 光阴岁月稍纵即逝 飘浮不定的人生如幻影 能够尽情欢乐的时间还有多少呢 在轻柔的春风送来桃李芬芳的夜晚 众人饮酒 吟诗 唱旭天伦之乐 食人们深深地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享受着美好的时光 画面中灯笼高挂 珠帘装饰别致 温暖的灯光点亮夜晚氛围 一群文人们于庭院谈笑风声 漆茶 赏花 书画 吟诗 赏月 享受风雅之乐 夏金山善以重彩工笔技巧 刻画人物情态 比细腻考究器物与建筑 画面色色典雅 一戏笔勾勒点缀出桃花绽放的春衣盎然之姿 此作在2018年 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 描绘帝王初寻春游的情境 身着黄袍的帝王骑橙白马 位居画面中心 身旁示范及宫女簇勇 对角则有平民聚集 共同关注眼前的斗鸡游戏 权贵与平民间的对比 使画面富有张力 人物表情闲实自在 呈现国泰民安的春日祥和气氛 下金山笔下背景建筑 以界化而成 巨石采用浅降山水技法描绘 在褶石轰染之上 略施绿色颜料而成 十分素雅清理 与众彩茂密之夜相应程序 景物方阵线条 与大自然环境称偷和谐 在孩童生动的肢体表达 更增添画面的生命力 画面彩一盒两岸式的构图 映入眼帘的是上方的大片松林 一只白鹤半隐蔽于松树之下 活泼斗取 竹井在松树与山时 环绕出一个舒适的空间 文人们在林间谈笑风声 喝酒品名 相当随性自在 画面的右上方 还有一组文士在下棋 前岸绘制文人雅士聚会结束 正欲离去的互相告别 在这幅图画中 文人的形象 也出现不少手持与扇 如意、浮成、葫芦的人物造型多变 场景配置于松林间 泼石 以辅皮村呈现利落笔法 其中点缀了生绿的竹叶与梅树 再用蝉蝉流水称托 使山水配景格外层次丰富 画中以松竹梅 象征文人的高贵气节 临寻其时的布置 与具有道教人物特征的描绘 也呈现出一幅 如仙境般的室外桃园 画幅整体呈S型构图 场景铺成回廊 栏杆 门墙 皆用戒笔绘制而成 装饰文理精细 位置 远近相移 奇画人物勾勒 笔法秀锦 色色轻绿重彩 侍女的眉眼及妆容 法饰 服饰 街坊送人 体态灵活生动 情景 微妙微笑 此画作描绘 内饰女卷 秋夕赏菊的 嫌疑生活情景 画中 圆亭殿雨及其繁盛 台阁 栏杆 门墙 街坊送人 借笔画成 芭蕉搖曳 太湖石屹立于园中 亭械蜿回转 刻画精细入围 人物神情各异 线条流畅 色色丰富 典雅 展现出一派秋日轻移 彈琴爽局的情景 刘海系金蝉 是中国的民间传说故事 源自于道教的典故 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 根据研究 刘海系金蝉的故事原型 是后梁燕山的一位读书人 刘玄英 自宗城 浩海蝉 金蝉指的是三竹蝉厨 常被视为招财的象征 在这幅画中 夏金蝉描绘了刘海 半张着嘴 半瞇着右眼 好奇研究 左手所持的白猪 而金蝉 依偎在刘海的脚边 画中描绘了 白猪 金蝉 夏金蝉所用许的故事版本 可能是刘海与狐狸精结为连礼后 借白猪钓金蝉 而得到登天的故事 据说 在湖南常德的丝瓜井内 有一只金蝉 在夜里都会口吐一道白光 有道之人可借此升天 刘海家就住在这口井旁 虽贫穷却为人忠厚 有一天 有一狐狸精修炼成精 幻化成印尼美丽的女子 胡秀英 欲语刘海成亲 婚后 胡秀英为了帮助丈夫 刘海得到登天 便口吐一粒白猪 让刘海以白猪作诱饵 钓井里的金蝉 金蝉咬着白猪 刘海吊起后便顺势 骑上金蝉 羽化登仙 夏金山以仪器喝成 血液带村的笔法 描绘刘海的衣饰 浓淡墨交错 将衣袋间的亮感 描绘得相当写实 近乎抽象的韵笔 和墨色交替晕染 呈现出 刘海拖着背 一脚前 一脚后的动态 精准抓住人物的细腻情态 夏金山在提款中 劝人多积德行善 也透过刘海戏金蝉的主题 传达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都有成佛的机缘 成佛之道不必外求 只要发大怨 明星见性 就是成佛之道的不二法门 画面表现余之乡的江南 五谷丰收 余家妇女 以传为居所 欲因嬉戏之安乐情境 夏金山笔下的女性 原型来自明清人物画中的 侍女形象 以细长如油丝般线条 表现女性鲜弱柔美的气质 并以繁复精致的短笔线条 勾勒渔船质感 微风徐徐吹起河边浪花涟漪 柳枝垂下的片片柳叶 并足以水墨 交融晕染出空间深远 历代绘制余家乐主题的名家不少 但夏金山大师总能别出心裁 展现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从画中我们可以发现 晚年夏金山所创作的山水人物画 借景欲情 贴近现实人生的关怀与关注 表达佛法修行的历程 我们讲到夏老师的这种山水画 它跟现代的所谓接地气的一些做法很相近 尤其是在它很多的画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瑜伽乐在捕鱼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的这种瑜伽在船上面在烤鱼 跟现在我们在富极渔港看到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差不多的 事实上是很接近现代一种印象的这种画风 我再谈一谈这个所谓夏老师 它里面有一幅很重要的 在我们讲建筑结构上面 大家可能会讨论比较多 那是因为夏老师他本身呢 对于堪鱼风水还有建筑方面 他基本上他很深的琢磨 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有提到 他跟胡佣胡老师有学习 将近快十年的这个风水跟堪鱼 所以在《拜情九天》这幅画里面呢 你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清清脆脆绿绿的这个山水画 你还可以看到就是整个非常结构完整的堪鱼风水的样态 我们可以知道夏老师的用色 是近代少数很多 极少有的一些这个用色的这种大家 山水画 中国的山水画 大概用色会很简单的去展现一个意境 那夏老师他用色 颜料上面是因为他自己 可能用植物上面他自己去调理出来的 所以在用色上面非常的丰富 不管在油村图 在这个桃李夜宴图 甚至其他很多他著名的画作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用色 非常的具有现代感 夏老师对于这个桃李夜宴图的这个琢磨 他基本上是以几个灯光去显现出 古时候的人在开趴的那种感觉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甚至有一些年纪长人 都晚上会去所有的夜店 那古时候的人也一样 大家会饮酒作乐 比较有差别的就是说 在古时候可能大家谈的是这个 诗词画作啊 或者是比较风雅韵式啊 现代人来讲可能在喝酒之余呢 又别有一番风情了 那在夏老师的画里面 可以去看看这里面的差别 还有他们的相近的处 夏老师他的画 跟他的书法一样 他完全不用打草稿 而且完全没有临摹 他经常会用一些书法的处去写 写一幅画 他用书法的样子 把综合写出来 他也有很多作品在描述 比如说像中华或者是东方文化的伟大的处 《云山起汉末》 《星斗範文章》 这是余佑任 我们国学大师对夏金山夏老师书法的一个评价 他也亲自在美国洛杉矶 写下了这幅对联 送给所谓的夏金山夏大师 那我们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在国学造语 已经超越现代人的一个感觉 那事实上夏老师他的画 跟他的书法一样 他完全不用打草稿 而且完全没有临摹 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书画家里面 基本上他是不会有逗点 你反观夏老师他在书法的这个描述上面 他非常的这个科学 非常的现代 他为了让一般人都看得懂 他书法要表达着真实意义 他经常讲看书法其实就是明心见性 所以他用很多逗点 很多标点符号 这个其实在东方的艺术上面 是一大突破的 夏老师大概在2010年之后 他开始因为年纪也稍长了 他开始对书法有比较单一的作品 他经常会用一些书法的笔触去写 写一幅画 他用书法的样态把中奎给写出来 他也有很多作品在描述 比如说像中华或者是东方文化的伟大之处 他都会用书法把它写出来 而且这个书法写得非常的平易近人 也就是说他的书法要表达的是真实两个字 而且突破了格局 所以我刚刚谈到这个优任老师的这段故事 其实就在提示说 夏金山夏老师的书法不仅自成一格 而且加上阶梯器 除此之外呢 他要表达的是所谓的人生真实义 夏金山在2008年到2012年间 绘制大量的中奎 这一件佛中奎 传达了夏金山由中奎向而得到了万法归心的体悟 强调修心的重要 是夏金山毕生所强调的核心理念 在佛中奎中 夏金山用轻快的笔调 写下对中奎向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 笔画出现微微占笔的线条 线条具有抖动感 夏金山早年在画作的提款 或是2000年后的单符书法 风格皆细笔、清雅 笔画线条较为简单 稍有起伏 字体的结构也较为方整 在2010年前后 夏金山的书法有了不同的尝试与展现 例如占笔的使用便是夏金山晚年书法中的重要特色 特别是在2010年后的书籍大量使用 夏金山书法更争于成熟 夏是自体的自身面目已开始成形 夏金山的书法中 夏金山的书法中 有平和的感受 另外 如落款的五字和灶字 抖动的线条姿态 都是夏金山晚年非常重要的书封特征 夏金山的书法就如同其佛画 总是给人一种清静平和的感觉 例如这件书法中的内容提到 人者你说是不是 像是与他人对话般 使人独来极富互动趣味和现代感 传统的书法作品 书家在正文之后才落款 夏金山却将落款书写于首行 是他此作特殊之处 乍读会让观者想去拼凑 解读所抄写的内容进而理解 这件书法的主旨 是夏金山对于观音像的体悟 由观音造像的慈祥 提到画像的淡雅 代表中国东方之美 表达水墨画 是高深文化的深远意境 夏金山在2008年 所书写的作品 展现了早期书法的面貌 开书带行书的比翼 字体方整 尺寸较小 笔画线条平整简单 在笔画转折间 也可看见夏金山灵活的提案 富有变化 笔画间的连笔 细如游丝 讲究画面的张法布牌 多是首字棋头 夏金山在段落的安排上 会有错落 让观者可以更容易阅读 并使用较为厚实的笔画书写 文化二字 强调他在这件作品中的旨意 同时 以窄长的字体结构 粗细笔画的交错 制造出富有气韵的画面感 夏金山融会 如世道的传统与精华 常年致力于文化 思想 与信仰的推广 透过书法与绘画的形式 也让观者 能够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 来领略这些智慧与毅力 我想在欣赏完很多夏老师的书法作品之后 观众朋友一定感觉到身心通体都舒畅 尤其是夏老师他行运流水的这种书法的记忆 平易近人 很多念力上面都能够感受到 尤其是有一幅我们讲他的这个 在2008年特别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叫做观音像的形象的描述 他以书法来描述这个观音 他整个形象的这个表态 一般人都觉得观音高高在上 但是透过夏老师他浅显易懂的文字 我们感觉好像观音就在你身边 那特别要一提的就是说 夏老师又在这幅所谓的 观音形象描绘的书法作品里面 他又打破了这个以往的格局 书画家在写完书画之后呢 他会在左下方或者左上方做最后的结语 然后提拔 盖章 盖印 那夏老师他却在 我们刚开始在右边看所谓书法的时候呢 他就直接在还没开始写书法之前 先提拔 先盖印 这也是他在书法造诣上面 为现在的很多书法家 打开了一条这个所谓的新的道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赵总结 有关更多夏林山大师的故事 还有他的作品 请准时收看金山国宝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